然后统计的研究时数的部分的话 当然我这边是有加保护 当然你可以加保护 保护上面要加密码 然后就可以让它怎么样 可以让公式 当然除了可以保护之外 也可以隐藏起来 比如像这边做完的结果 其实就把两次的工作表 结果把它加进来 如果你要保护的话 记得全选 把它按右键 然后除了格式里面的话 本来数值请你切到保护 有锁定的话就是有保护 就是不能串改 隐藏的话指的就是隐藏什么 隐藏公式 也就是里面如果公式 你不想让人家看到的话 你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如果加完之后按确定 保护工作表再加上密码 按确定之后的话 再一次 密码一定要记得 然后再来的话 你会发现 游标放这边上面 本来这个应该会有公式出现的 结果里面什么都没有 所以以后你不希望说让别人看到 你到底怎么公式加进来的 你可以用这一招 OK所以只要是保护工作表 他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他也会知道 比如说他可能会串改 可能delete掉 他会说如果你要 可能要输入密码 从哪边输入 从这边按下去 那理论上有加密码 所以他如果随便输入 他错误的话 也不能够改 除非他是知道 真正的密码的话 才能够做变更 但是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用VBA的话 会有个问题 他保护了 VBA是不是能够取现 实际上VBA也会受限 如果你VBA没有做一点事情的话 他会尘世发生错误 为什么 因为他没办法改 所以如果你要丢东西 寄到那个厨师 他说会出错 那尘世就跳桌 那一行错误 但是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取消保护之后 再动态的把保护加上去 有没有 可以了 但这要怎么做 其实关键就是 如何动态的取消保护 做完事情之后 再把保护加回去 其实尘世非常简单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云端上有 其实主要是透过这个 Worksheet 如果目前的那个序词 就是ActiveShoot 就不用加S 目前的那个工作表 ArmProtator加密码 取消保护 就是Protator再加上去 因为我密码刚好1234 1234就OK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下一次 在细节部分再谈一下 OK 回去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先针对 就是这一题先练习看看 下一次这一题做完之后 再来我们就要看 康义服相关的 比如说像黑名单筛选 比如说两个范围资料 到底哪一些是重复的 我想要找出来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康义服就好了 非常简单 OK 另外的话还有统计什么 统计那个历年来的那个什么 热透财或大热透的中奖几率 哪一个是最高的 用康义服也很快就可以算出来 OK 另外后面还有补充一个吧 如果要从网路上捞一些资料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那个VBA里面的方法 甚至你可以跑个回圈 他会自动全部把网路上的资料抓 但是有一些限制 这个下一次我们再来谈 OK 那今天的话 我想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那回去的话 还是建议各位 就是多花时间 我怕如果你假设 听的不是那么懂的同学 一定要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 除了听之外在练习